第286集 精彩继续 啊 想活 想活 公孙准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林凡 林凡看着她 脸上带着笑 不过这在公孙准看来 这个笑容却让人心底发寒 好啊 既然想活的话嘛 哎呀 很简单 将公孙府的底细告诉我 就可以了 公孙准的眼中带着挣扎之色 紧紧地盯着林凡 可最后她还是点了点头 做完这个决定之后 她直接摊在了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林凡看了她一眼 走到了房间之中 找出一些草药给她包扎了一下 避免她死掉 林凡又看了一眼陈先生 她已经没有那么痛苦了 不知道公孙府的人还会不会来 她眼中带着一丝凝重 不过两久之后便叹了口气 先不走了 我还是守在这里吧 如果陈先生出了状况 这必然是受她所连累呀 这让她心里很过意不去的 十个小时过去之后 天已经黑了 陈先生从大鼎里出来的时候 脸上有着很多的红润之色 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的 林凡从她身上上下打量一番 感觉怎么样 陈先生的神色中带着激动 除了精脉全都是死脉之外 其他的我都能够与正常人无异了 她曾几何时绝望过 一度想后半辈子隐居在山林里 只是没想到 现在还能有康复的那一天 有一些病症 她并没有对林凡说 她经脉受损 可不止只是受损那么简单呢 每到夜晚的时候 就像虚脱了一般 没有一点力气 嗯 不错 声音浑厚 你之前确实强了不少啊 林凡并没有检查她的身体 陈先生也是医生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恐怕要比她了解的还要多呀 这个时候公孙准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林凡旁边 将一张纸递给了她 这里面便是公孙凡族的整个势力分布图 她说话的时候两眼通红 她出生在公孙府 现在为了活命 将整个公孙府给出卖了 就连她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不过 在宾临死亡的一瞬间 她恐惧了 所以她退缩了 正如林凡所说的那样 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林凡接过公孙准手中的纸 大致地扫了一眼 脸上带着一抹笑容 哼 你可以走了 走 我都不知道能去哪儿 公孙准脸上带着自嘲 一瘸一拐地还是走了 陈先生并没有去看那张纸上 所写的是什么 他郑重地说道 小兄弟 你就这么放她走了 林凡脸上带着笑 我不杀她 公孙准也不会放过她 一切看她的造化吧 陈先生点了点头 没有再继续追问 双拳一抱 满脸郑重 九命之恩 多谢了 只要他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自然我会鼎力相助 我们俩清了 林凡说着 没等陈先生反应过来 转身就离开 陈先生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脸上露出苦笑 神色中却带着坚毅 我不是网恩负义之辈 林凡走出去一百多米 猛然停了下来 一拍额头 他想起来铜顶的事情 又走回去 将铜顶的位置 告诉给了陈先生的徒弟 这才离开 天色已经黑了 林凡并没有去药店里治病 索性直接回到了别墅之中 林凡回到家里的时候 秦梦仪刚刚准备好晚饭 捡他回来 笑嘻嘻地说道 哼 我就知道你今天肯定会回来 所以我做了你的晚饭 林凡看了一眼 桌子上摆着两副碗筷 这要是再不明白 那他就是傻子了 哼 你每天都是摆两副碗筷吧 林凡说话的时候 秦梦仪刚刚转过身去 听到此话 身体猛然停住 看到他这副模样 林凡心里叹了口气 他果然是猜中了呀 只是 秦梦仪的身体 只是停顿了一小下 接着便将身子转了过来 嬉笑着说 看你臭美的 我就是今天才猜了一下 没想到一猜就中 我厉害吧 厉害 那我就先去端菜了 还有一个菜 在厨房呢 秦梦仪说着 跑入了厨房 林凡微微一愣 别跑那么急呀 别摔倒了 秦梦仪跑到厨房的时候 感觉到鼻子一酸 心里有着委屈 我这不叫委屈 当初林凡哥为了救我 出来这么久 不委屈 秦梦仪一边小声地 自己嘀咕着 脸上还是露出了 勉强的笑容 端着菜 从厨房走出来的时候 又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林凡哥 你尝尝怎么样 这可是我欧心力血 做出来的美味呢 林凡哈哈一笑 还欧心力血呢 不过呢 不用尝也知道 这味道绝对错不了 毕竟这卖相 就是很不错嘛 尝一下嘛 秦梦仪坐在林凡对面 双手托着下巴 眼睛一直在盯着她 眼里满是期待 林凡赶紧拿着筷子 见秦梦仪盯着她 倒也没有矫情 直接夹了一口菜 放在嘴里 嗯 这味道相当不错啊 秦梦仪嬉笑着 给林凡碗里夹菜 这几道菜我一直都在做 肯定很好吃啊 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有点难吃 我自己都吃不下去 林凡微微地抬起头 啊 这些菜做了很多遍吗 秦梦仪的小脸瞬间变红了 吃饭呢 好吃就多吃一点嘛 吃过饭之后 秦梦仪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让林凡的心里挺别扭 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秦梦仪扯着衣角 好半天才说的 林凡尝一副 你明天还有事情吗 怎么了 你有事吗 秦梦仪的眼中带着挣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明天休息 林凡哥如果没事的话 可以陪我出去看场电影吗 林凡眼神中带着一丝犹豫 他已经答应了看病 昨天便已经给耽误了呀 啊 林凡哥要是有事的话 那就不用了 正是要紧 秦梦仪的脸上虽然带着笑 不过这笑容之中 却能够看到有一丝失落感呢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一个病人看病 咱们去看完电影 再去给病人看病也是一样 真的 那太好了 秦梦仪满是惊喜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 林凡醒过来的时候 见到秦梦仪已经坐在了客厅之中 脸上化了淡妆 身上穿着白色的裙子 从远处看上去 仙气十足啊 本集由酷丸波音赞助播出 学波音主持 改善方言音 黑家V 波音117 每天20个免费直播小课 等你来抢哦 我是飞差大叔 喜欢的话 记得给本专辑打一个五星好评哦 再会